5月22日,香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表示理解和建立支持。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召集人,香港特区立法会商界议员廖长江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宣读41名建制派议员的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香港回归近23年来一直未能履行其法律责任,按基本法第23条自行立法。 因而导致香港社会深受其害,更是危及中国14亿人民的安全和扶植。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限制权力和必然责任,维护国家及人民安全。 在香港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最少的立法责任,是已经原空了23年。 既然香港按基本法第23条自行立法,依然是遥遥无期。 我们理解并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按大会的授权,在香港建立健全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全国人民的福祉,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和自由, 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认为,若维护国家安全确实法律保障,一国两制很难走下去。 全国人大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符合国家整体利益。 任何国家也都不会容许一个制度的设计,长期有一个国家安全的漏洞。 所以今次人大做这个决定,我们是坚定支持,也都认为是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对国家整体的利益是有利。 本身是职业大律师的金密联立法会议员梁芬说,人大决定的动机和目标是为了救香港和保障香港社会安宁。 香港基本法第18条和第23条是并存和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人大针对国家安全不分立法,而香港特区也仍然需要尽快自行立法,履行自身责任。